下面是娱乐八卦新闻的报道 因在《甄嬛传》中成功扮演皇帝的陈建斌被曝出有私生子引发关注 绯闻的由来原是一位与网友爆料称陈建斌与蒋秦勤早已经离婚 并与小三双宿双飞 还一起生了个娃娃 小三又上位 霓虹接受采访 此次在采访中霓虹接大方透露他与男友相恋已经13年 男方比他还要大三年 两个人早已同居 一度被捧为董明珠接班人的孟玉彤迅速跌落神坛 今年5月份离开阁里 当时有传闻是违反公司纪律被开除 有媒体员引致播电商领域资深人士的话称 孟玉彤在小红书上有100万粉丝 属于超级大V的级别 前几个月单条广告报价高达18到22万 月收入估计10到20万元区间 根据日本媒体周刊文春的报道 福原爱已经成为东京警示厅搜查一课的调查对象 福原爱面临严重的刑事诉讼 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刑期 近日 日本明星石野浩尔的言论在中国引发了不少争议 他在一次采访中 对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和废水处理方案的反应 表示不理解 甚至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亲密和不满 让他的中国粉丝们大失所望 自从和李小璐离婚之后 贾乃亮似乎就一心扑在了视野上 近日有媒体拍到贾乃亮和朋友聚餐结束 带着一名短发美女上车回家的画面 贾乃亮如今已已经39岁了 有心恋情也可以理解 网友也表示当时离婚也不是贾乃亮的问题 影后张子怡日前闪电宣布和汪峰八年婚姻画下句点 被誉为国际章的张子怡 恢复单身后依旧马不停蹄工作 不惧面对镜头 据知他下月就要进剧组拍戏 和陈可欣导演合作 题材是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将员弄杀夫案 男主角则是雷佳音 挑在此时选拍这类题材电影 让不少网友笑说也太巧了 谢谢收看西电视台的节目